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月7月21号 刚才讲风神演义 讲过瘾了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秦刚 秦刚呢 在今天的时候应该是讲今天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征兆 在过去两天时间里面 几乎没有什么消息 大家就找不着他 那今天呢 他出现就是叫什么 马朝旭是马昭旭 马朝旭是马昭旭 那说有可能会取代秦刚 那他消息的来处比较简单了 他消息是说 马昭旭 马朝旭吧应该是 他代替秦刚 将出席叫金庄五国的外长的 这个电话会议 那他本身呢 姓马的本身是常务副部长 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 他曾经在联合国任过大使 所以有人认为他有可能去取代秦刚 但通常按照中共体制之下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马昭旭当时在联合国出任大使 他并没有转到美国 在美国出任大使 几乎中共国的外交部长 都是在美国出任过大使 秦刚的履历非常完整 他本身是非常完整 所以他在英国做过 在这个美国做过 就是 而他在美国做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三个月 很像习近平当时上台时走过那个路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2007年 他2007年当时为了 他作为王储嘛 他顶掉了当时的薄熙来 他就补 就是去在各地补充了一些 他的履历成分 这是中共内部规定 他自己内部干部规定 所以不同的干部专业对口 他是从这个角度 所以马昭旭 马昭旭 马昭旭 马昭旭有可能是 但是只是呢 外界的猜测 在这之前 那作为这个 他的 秦刚的所有故事呢 都是由王毅来代替 那so far到目前 秦刚最会出 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们不好说 但是秦刚以目前的状况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说明他真的是 习近平的亲信 真的是 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家庭这种事情 女人这种事情 对于习近平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真的 这是巨大羞辱 那当出现婚外情 或者如何 按照习近平个人的角度来讲 可以借机会数微的 如果是一般的官员 那他借机会数微呢 他会引发很正面的 就是很正面的形象 终归 现在可以很 网上很多歌曲都出来 人们恶搞的歌曲 恶搞的歌曲的内容 都在讲述着傅小田 真的爱他 真是从这样 没有人再提到说 傅小田是他二奶 很少这么提了 那这个故事呢 傅小田的 无论他真心假意 他给他把孩子生出来 那他在外界表现的一切呢 不像是作为一种 二奶也好 或者插三腿也好 如何 傅小田表现出来意思 是真想跟他过下半生 那真想过下半生 朋友说那他是拆散人家家庭 我觉得现在这个话 在今天的中共国框架下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 男人把自己捡了 在一种环境下 显得很古板 很陈旧 很古板 那说这话 人很多女人可能 我就讲现在价值观的 可能跟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关 我不好说 很多朋友的脸都薄 挂不住 那这个价值观是这个价值观 离婚的多 还是结婚的多 同居的多 还是领证的多 这个这个大家 我觉得这个大家问自己 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了 当这个东西盛行的时候 那作为傅小田 肯定没把这当回事 对不对 我这 那好男人谁不抢 so what 现在不多 正经八百好男人不多 他觉得秦刚就是个好男人 一不小心一咔嚓就给整 整熟力了 对不对 那跟谁不是 谁跟的 他都是 他当初跟秦刚接触出了 38岁 过38岁 也就是说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这个话就是这么来的 在街面上混的 我说句难听话 在这红尘面上混的 呼风唤雨的女人 他怎么去让自己 作为一个贤妻良母 那么贤妻良母 他怎么呼风唤雨 拿什么呼风唤雨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玩到38了 不玩了 收手了 那赶成了 在谢小天所有的中 这个高官的采访中 各个国家采访中 他只采访过这么一个中国人 所以人家是有来头 故事是有安排 命运就这么来的 那秦刚呢 自己就 如果是被迫的话 就这么一下 出事就生孩子了 那他 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就会促成 习近平有些难拿捏 也可能难拿捡 也可能习近平心中有谱 在习近平建这个 建这个 基辛格的问题上 基辛格一定是习近平找去的 替他站台的 那基辛格呢 从共产党身上拿了太多的好处了 所以习近平找基辛格 他不敢不去 基辛格不敢不去 做了一个台面 做了一个平台台面 然后跟今天的拜登说话 习近平不会让步的 但是呢 开启了他全新的王朝 他不能明说 他到现在也没明说 但是他的做法不同 真的不同 所以对秦刚 他可以随时拿起来 他也可以随时放下 那至于说 马朝旭是否有机会 那唯一 唯一的决定权 在习近平手里 习近平对马朝旭 有多信任 对不对 那跟秦刚之间的关系 大概在15分钟之前 15分钟之前 这故事是免费 华盛顿邮报 这故事对你来说是免费 是人家给我的 叫Johnson Rojan Rojan是一个 华盛顿邮报的 我没有订阅他 都是给钱的 这个人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专栏作家 这个人比较有名的 其实跟当时华为的故事有关 所以我知道这故事 他就写了一下 这个秦刚的故事 那标题他给弄没了 那秦刚标题 这儿有标题是 中共国的秦刚 展示了习近平的内容 保密性 所以习近平现在做什么 是坐而不宣的 他的方针也是坐而不宣的 他对外只字不提中共 只字不提中共 这个大家要明白 对内强调的是共产党 但他在改变 中共高官不解释 失踪不可想象 他说对大多数国家 这是不可想象 但中共国 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习近平政权变得如此的隐秘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其实一直是这样 但习近平个人是这样 有一个有一个说法 习近平很不善言语 所以他不善言语 跟他幼年 童年幼年少年 遭到迫害有关 非常会非常有关的 所以这样的话 遭到迫害 在他童年幼年青年的时候 会造成极端的自卑 而这一份自卑与迫害 结加在一起 他知道这个嘴 是伤会把他置于死地 所以他就坐而不说 秦刚是他的命有 一路而上 那现在消失了 然后他说 10月17号 当时回答有关婚外情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资讯可以提供 他认为这个说法是比较特别的 没有资讯给你提供的 应该是当时是那个女的吧 应该是 谢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谢峰回答应该是星期三 问他秦刚去哪 那个主持人问得很 就是很刁钻 就插进这个问题了 问秦刚是不是会 是不是会见基辛格 然后呢 谢峰呢 谢峰挺有场面的 那个我们讲的那氛围 挺有场面 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他用了拭目以待这个词 去我看那段视频 去应对这个故事 似乎呢 就是秦刚处理的问题 是阶层比较高 比较高 但是谢峰敢说 拭目以待这个词是很有趣的 他把自己放在至分之外 那至分之外 如果是秦刚 因为谢小田 傅小田这一闹 给闹成这样的话 他们是可以这么说的 作为外交系统来讲 场面人物来讲 因为这个东西就不会惹麻烦 那他自己家里出事 那家里事我不便在公家说 对不对 那他媳妇跟他闹了 那那那 那那 那那 所以这个我觉得故事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在故事里面 中共的发言人里面 那作为那叫汪文 汪文什么 那个人是个文化人 肯定没有出过场面 所以那个人就有点 触头回答这问题 那那位女发言人呢 在回答这种事情的时候 肯定有她个人感情成分在里头 她会谴责 会会对傅小田不满呢 甚至对秦刚的这种做法不满呢 我太文 就是女人在回答这个问题 会有她的一个自然的心理状态 咱谢峰没有 那谢峰他是在外面做大使的 所以他大概知道 可以应对这种事情 甚至自己搞 在干嘛 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他用的词不一样 叫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那拭目以待 是不是他想也是一把 不清楚 而美国政府来讲 对这件事情呢 都是猜测 很多是猜测 但不确切 美国政府以为一开始 是他得了中共病毒 但是呢 时间有点太长了 他认为呢 被指控是可能的 但也无法证实 那他可 但有一种说法是 是中共最高层的 内讧的受害者 自相残杀 我自己以为可能性不大 有这个东西 但可能性不大 王光雅顶了他 王光雅是 陈毅的女儿 是真正 是外交系统当中的 最老辈的 现在活着最老辈的人 那他看不过眼 那有可能 那说这个 至于说 王光雅跟 秦刚的父辈 中间 有一些什么样的 内政的瓜葛 都有可能 对吧 那这种可能的故事 我觉得真正顺便的 就是 是谁把 傅小田这个故事 拿出来 傅小田的故事 一拿出来 有着傅小田的背景 他自己的履历背景 就把秦刚给毁了 如果没有这个故事 傅小田可能 可能秦刚也就早出来 时间很长 但习近平愿意等待 这是为什么 这为什么 所以习近平在 见基辛格的时候 也没有显得很 很那个 秦刚在内部有大量敌人 原因就是他 稍有才华 跟习近平关系太紧密了 然后完全是 出于羡慕妒忌恨 把他毁了 秦刚的老婆 自己做元宵 自己做乐品 然后给习近平的老婆 送给了习近平的老婆 彭丽媛 一下他们走近了 还是女人出的事 所以这里面就说 使得习近平能够接触 我觉得这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秦刚的老婆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 称妖称霸已经好几年了 秦刚的老婆 能够接近了 彭丽媛的老婆 对吧 你现在换一个官 谢峰的老婆 能不能 今天驻美大使 谢峰的老婆 能不能接触到彭丽媛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 他可以送 门让不让进 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这是 送的进去 送不进去 可是个问题 所以关键是在这 那秦刚 是习近平 非常看重的 那秦刚出事 对习近平是一个 就出事不利的描绘 这是肯定的 所以他就讲说 秦刚成为了 最有权势的人 然后他出事了 但是问题呢 也可能不太确切 因为现在有王毅 王毅过起了 王毅过起了 就像习近平 原来在政治局常委中 跟政治局的人 他全给换了 他原因就是 在他打江山的 所有的人 他都不要 甭管是处理没处理 全都不要 他要一些全新的人 全新的人 是被他提拔的 会跪在他面前 感恩戴德的 那你今天 让栗战书 跪在习近平面前 尽管他很 对习近平很那个 但他也不会 对不对 栗战书在无极限 那习近平在正定线 两个人在一块喝酒 嗑瓜子 那习近平跟这个 跟这个栗战书去讨论 说自己的老婆 他原配夫人 跑到伦敦去了 那么我现在在这农村里头 你说我成啥 他如果跟 他跟这个栗战书 讨论过这问题 今天的习近平 能让栗战书呆吗 肯定不让 对吧 那这是他要称王 所以我不认为 是有这些东西了 北京没有向 美国去解释 他缺席的原因 而拜登又不招聚 无所谓 因为他们也知道 中共不会讲真相 所以至于 至于这个里面 就提到了 这个彭帅的故事 这都无所谓了 然后讲说 至于秦刚长期摔倒 是否会被指控 还是扭脸又出来 他说其实两种可能都会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 习近平精心挑选的盟友 陷入困境 习近平如何做 就成为了最大关键的问题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习近平保密 对所有东西都是掩盖 他说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有问题都去掩盖 对国际社会来讲 是一个很难应对的场面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 就这么讲 最后的结论 秦刚的命运无关紧要 但习近平 可以提另外一个人 可是习近平 不向世界去解释任何事情 在今天的中共国的实力背景之下 是对习近平 是对世界巨大的威胁 他有这个说法 是因为写文章的人的利益角度不同 对吧 站的角度跟利益的角度不同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看你会不会有关系的 对习近平 我看你会不会有关系的 我看你会不会有关系的 对习近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